往自己其实是有方法的 不管你现在多大的年龄 如果说你的后半生想要幸福 越来越走上坡路 这八个方法请你记住 特别是最后一句很重要 最好是点点赞收藏起来 一过去的事情不纠结 不管对错放过自己 事情要是控制不了 那就随它去 强求不来的顺其自然最好 二不过分追求完美 毕竟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成性 善 没有说是残局的能力 就别放纵自己的脾气 省得给自己挖坑 克制自己的反驳欲 学会赞美和闭嘴 嘴巴甜 眼光毒 脸皮厚 明处要冷 暗处要狠 四 千万别想改变任何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成年人最基本的自律 就是克制自己 纠正他人的欲望 五 学会戒掉情绪 戒掉悲观情绪 戒掉坏脾气 所谓的运气 就是体内运转的一股气 当你怨天尤人 唉声叹气的时候 你的运气自然就会往下走 这个世界 你想什么不一定能够遇到 但是你怕什么 它就会来什么 所以一定不要在有情绪的时候 去做任何的决定 六 如果有些人渐渐疏远了 即使他曾经对你来说再重要 也不要去追随他去就好 得知我信 失之我命 七 开始有利他之心 懂得感恩 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持续创造价值 最终才能收获他人的厚爱 机会只留给懂得感恩的人 如果你只想了自己 那你很难获得成功 要想赢得好运 还需要学会保持微笑 与周围的人好好说话 时间一久都想跟你接触 你的磁场一旦发生改变 近随心转 连贵人都会从天而降 八 你遇到的人 都是被你的能量吸引而来 你是谁便会遇到谁 人是环境的产物 你和什么人在一起 决定你未来的高度 所以找个牛人贴贴 没错 我说的就是靠近 比自己段位高的人 就是向上社交 一个人成长最快的方式 就是与优秀的人同行 财富是认知的变现 而不是对努力的补偿 一定要去节省那些认知 唯独比你高的人 他们不会把财富给你 但每个人都有分享欲 他会把高维的认知分享给你 这才是最值钱的 我就是这样 在接触定位和特拉特之前 我的收入虽然很高了 但我的工作本质是一个小手 靠提升赚的很多 但这种赚钱是不可持续的 特老师曾说过一句话 走进定位 你之前赚到的所有的钱 对于未来来讲都是零花钱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项目 是杭州的一个包子铺 叫甘奇石 我尝试用定位思维 去打造这个包子铺 果然一年让我赚了六千万 我和我老婆都开心坏了 我果断拜特劳特为师 跟随他学习定位思维 二十几年下来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风调雨顺 让我赚到了很多钱 这都是因为我跟随了优秀的人学习 所以才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要把它分享给你 点击左下角365 是我录制的视频课 我把20年来沉淀总结的经验 还有定位思维最基本最精髓的概念 都在里面讲解清楚了 如何获得高认知 拥有一个完整的商业底层思维 让你赚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桶金 还有为各大企业做战略的实践案例 还有人生定位 教你如何高情商和贵人沟通 让别人见面三秒就喜欢上你 获得贵人相助 你可以买个课程跟家人一起听 听个几十遍 培养你的商业底层思维 赚到属于你的那一桶金 那里面我讲了十多个小时 有毅力的人买它是不会错的 他会很有毅力的把生意做起来 你也一样要鼓励一下自己 365 一顿火锅的钱提升认知 逆袭人生 就在这条路上 如果你愿意改变 学习后你就能打败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没有走进来 可能你要比别人再努力个几十年 路是走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想永远都是问题 做才有答案 所以请你务必努力 让自己发光 好运都在来的路上 所以来点击下方链接 跟我一起学习定位思维 用一顿火锅的钱 换一个有未来的人生